腾讯热播网络剧《沙海本周》将迎来大结局 该剧作为盗墓笔记系列作品 中评分最高的作品播放量已突破了50亿 话题度和热度居高不下 扑朔迷离的剧情让人疯狂痴迷 而剧中神秘人黑瞎子从一出场 不管何时何地总戴着墨镜 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黑瞎子到底为什么总戴墨镜呢 地上戴眼镜地下 也戴眼镜有光 戴眼镜有光没光 都得戴眼镜不仅戴 我还卖眼镜猜测衣 最二次元的解释 笑吗 贴吧 某网友猜测 是黑瞎子割了双眼皮 这是黑爷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猜测二 先天性瞳孔收缩不足 若是还有网友猜测是黑爷天生落实 必须戴墨镜过滤有害光和强光 但这无法解释 为什么在地下导斗还得戴墨镜 猜测三 见识过青铜门导致 为提高视力援助党分析 黑爷之所以能够长省 就是因为他和张启玲 一起去过青铜门 而且曾看过终极 但这个代价也是相当沉重 他的眼睛可能受到过重大伤害 只有在黑暗的时候 才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他戴着眼镜 其实是为了提高视力而非耍酷 在沙漠地下的时候 他还说过一句话 在黑暗中的时候 他可以视若无物 这种能力也可以说是很厉害的 最合理的解释 适应不同光线环境 提升视力 经常戴墨镜的人都知道 意外墨镜都具有过滤有害光的功能 专业点的 比如Rudy偏光镜 不仅能防有害光 还能防眩运提高清晰度 更快适应不同强度的光线环境 黑爷作为和小哥一样 有长生体质的人物 可能在见识青铜门时 眼睛受过伤害 惧怕强光 但同时提升了黑暗中的视力 所以黑瞎子离不开墨镜 是因为戴地上墨镜 可以阻挡有害强光照射 在地下黑暗环境 中墨镜可以增强辨识度 提升视力 当然黑爷戴墨镜 还可以无时不刻装逼顺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